巴黎奥运冰冰球在评演中国人打中国人,两个更泰亚E级选手,系列1。 巴黎奥运正如火如途地进行,随着冰冰球项目开打,人们不禁发现,不少国家的代表,都多少有着中国背景。 据统计,超过10个国家的选手,妖魔出生在中国,妖魔就是有华裔血统,令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话题再被炒弃。 一直以来,冰冰球都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不少国家的运动员都曾有过到中国取经的经历,例如前日本女子冰冰球运动员福原爱。 二截至8月7日,中国代表团已经在冰冰球项目奪得三面金牌,分别是男子丹打的樊振东,女子丹打的陈蒙及混合商打的黄楚音,孙荣沙,金牌数及奖牌总数军站居首位。 随着冰冰球越发国际化,中国运动员与其他国家的华裔运动员之间的对决也成为了奥运的一大两点。 这种现象背后有多种原因。 首先,中国冰冰球培训体系优秀,培养了不少顶尖选手。 其次,中国的技术和战术在国际上具有绝对优势,吸引了许多国家模仿和学习。 此外,冰冰球是华人社会的重要运动,很多华人家庭对此极为重视,推动了冰冰球在海外的发展。 如此强势下,便出现一些国家向中国僑民或华裔招手,以增强其代表团的实力的情况,同时,到海外沉迷更多的机会。 更长的冰冰球职业生涯,也是许多选手披上其他国家战袍的原因。 虽然有人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情况感到不解或略显尴尬,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冰冰球在国际上的优势被违和影响力。 巴黎奥运冰冰球项目级人们带来了更多精彩的对决和故事,也进一步将显了冰冰球这项运动的魅力和国际化。 据报道,今届奥运会上,德国、澳洲、加拿大、法国、美国、斯洛伐克、匪制、韩国、摩纳哥、葡萄牙等国家都派出要华裔或者中国出生的选手。 其中,努森保和智利更是派出两位亚伊级选手参加赛事。 与孙泳沙上演《冰冰麻孙战》,61岁危下年,年龄指示数至61岁的危下年便在于世界排名第一,23岁的孙泳沙的比赛中赢得无数观众的芳心。 出生于上海的他于1979年获第四届全文会女子丹弹亚军,并进入国家队。 1983年,他与郭若华搭档,获得东京世卓赛混乡冠军,后于1986年退役。 目前定居于埃特尔布里克的他,自1991年起代表劳森保参加国际赛事。 1989年,展转至德国的他经德国人汉斯的引战,于1990年6月加入到劳森保国家队和当地一家乒乓球会。 他的丈夫Tommy Danielson同时担任他的教练。 2024年,毅夏年代表劳森保队参加2024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錦标赛,以世界排名第52位的成绩取得巴黎奥运女单资格。 第六次参与奥运。 他于女子乒乓球单打比赛第一轮以总局数4比2击败31岁的土耳其选手艾天嘉耶,并于第二轮赛事败级年轻38岁的孙泳沙。 指暴32强。 他曾公开表示,年龄指示数字,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梦想,不要觉得老了就不幸,强调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难忘92岁老父加油打气陈之泳,实现梦想58岁的陈之泳是另一位阿姨级选手,生于广东佛山的他生于乒乓世家,父亲是乒乓球教练。 而其年少时曾跟随母亲接受乒乓球专业训练。 1989年,他受邀到智利北部教乒乓球,很快变成加立业,就此定居当地,一绑就35年。 去年,原本已挂虚的他加入智利国家队,在泛美运动会首次亮相,并在乒乓球团体赛斩莫同牌。 7月27日,他在奥运乒球预赛以1比4的成绩败与黎巴年选手,未能晋级。 不过他对此并不难过,更为父亲在92岁时终于见证女儿实现梦想,还拍片给他加油感到感动。 作为智利奥运代表团中最年长的他曾接受美联社访问表示,自己以前只将运动当作娱乐,从没想过能参加奥运。 能在这个年几十年梦想是很大的幸福。感谢你的观看。 我希望你觉得这个影片内容丰富有趣。 如果你喜欢所看到的内容,请无必订阅我的频道,以随时了解我的所有最新内容。 我有各种播放列表,涵盖广泛的主题,因此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的内容。 透过订阅,你将第一个知道新影片何时发布。 FD4R5如果你希望我在以后的影片中介绍任何问题或主题,请随时在下面发表评论。 你的回归有助于我创建适合你的兴趣和需求的内容。 我喜欢听取观众的意见并重视你的意见。